小豆党沙兰昂特产 橄榄河酱油 我身后这个酱油厂 现在还在用特别古老的方式 酿酱油 所以我站在这儿 其实能够闻到特别重的酱油的味道 怎么酿都在这个博物馆里 虽然这酱油博物馆已经 很长时间没有酿过酱油了 但是因为它之前是一个酱油厂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还是能够闻到那种酱油的味道 但在这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 酱油是怎么样 最早这种人工的方式 是怎么样酿造出来的 当然有兴趣的 还是可以自己来看一看 小豆岛上的特产酱油厂几个 谢谢 酱油味的冰淇淋 如果现在皱着眉头是因为晒 不是因为这个冰淇淋的味道 咸味的冰淇淋你们能想象吗 味道有一点点奇特 不是不好吃 但是没吃过这种味道 但是冰淇淋的那种香味还是很浓的 就是很好的冰淇淋上面 加上酱油的味道 不知道这样说你们能不能想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举 zaman 我们只见到了 我们下了 我们下来 再见 我们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